这边有可能是北京最贵的东北菜 这个是在我们家随便点的东北菜 看一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随便一探 真假立宪 北京最贵东北菜 BS 最便宜的东北菜 来 我们把它放在盘那儿 看的更直观一些 29块8的 明显的跟那个量少一半 尝一口 酸 有白醋呛的感觉 甜味不是很重 咸味不够 这是咱们以往常说的 这个味儿特别的飘 中间是很薄的一个肉片 外边是很厚的一个糊 泡完之后就像果顿一样 汁有点多了 就是一个26块8的水平 尝尝贵的吧 这个怎么也得让我惊艳一样 100多块 它这个锅包肉的糊 比刚才那个就薄了很多 糊跟肉中间是分离的 这点做的比它好 口味我再尝一下 怎么这贵的这口味也是 那个样子呢 它跟29块8这个不是一个汁 很像是用橙汁 加点醋 搁点底味 它也不理想 太粘稠了 这种粘稠的汁 它也挂不上 不适合做果肉 盐全部都放少了 味道都特别的飘 所以这两个都不理想 贵的这个 比便宜的这个 也就是互挂的好一点 还有什么吗 份量多一点 这价格差四倍的 肯定得多一点 这两个其实都不好吃 这个便宜的骗我的钱 这个贵的骗有钱人的钱 老六 嗯 你不是东北人吗 你尝尝这个 我先尝个贵的 更喜欢这个 你一喝一喝 好 下个菜 这个份量才是我熟悉的东北菜 我们开这个 这个多少钱来了 159 炖酸菜都没一万五十九了 我们先从外表上看 这个表面看着像家常菜 这个贵的表面看着素利的 没有什么油脂 先看看这个量大的 里面都有什么 冻豆腐 五花肉 酸菜 前肠有肉 肉一点都不拆 肥瘦肉合适 也很新鲜 酸菜 明显的是用打油啊 打料啊 适量炒了一下 这个酸菜也很香 冻豆腐 炖的也不是很烂 有嚼劲 把这个酸菜的味道 吸得饱满的 这就是酸菜本身带的那种酸味 而且味道不嗆 非常的柔和 这个做得不错 四十多块钱 这个份量 我这都很好 很好了 尝一尝 贵的啊 猪肚 它没有脆的那种感觉 比较软 没吃出来猪肚味的 鞋底 五花肉片 有很浓郁的冰箱的味道 不是今天的 这还有个猪大肠 这个大肠没处理好 有本身的那个脏体味 粉条 酸菜 这个酸菜 酸味比刚才那个要重一些 有没有 看看份量 刚我吃了一片 这是第二片 第三片 没了 三片猪肚 然后一块大肠 两块大肠 三块大肠 多一百块钱 多了三块大肠 三片猪肚 五花肉还是昨天的 五花肉不知道是哪天的 有冰箱味 味道上来讲 在煸炒的时候 它没有加大料 葱姜 这类的料头煸炒 所以香味就没有便宜的那么出处 这个菜来讲便宜的完胜 分量 味道 价格 再加上里边原料的新鲜程度 比那个贵的好得太多 好 这期东北菜的对比就这里 下次你们想测什么菜 在下面留言 有点吧 你一点就点哪个 那肯定点便宜的那个呀 味道价格都差这么多